1887年就已存在 结合新建高楼与百年老店 堪称老城区最长、最直且最古老的街道直律街 在最至保留和复兴潜力的18间老店屋之中 隐藏了新山区唯一一间由电屋打通的老鼠道人行通道 新一集的新山演 我们将在Think City城市力学经理严一任的带领下 一同来看一座持续发展的繁荣城市中 屹立未导的百年老店 了解其中的历史建筑物保留与复兴工作 这一side的这个电屋可以看到有几个建筑特色 第一就是木窗的设计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简单雕花 还有一个比较半圆形的拱门 可以看到在这边的窗口 它的一个特色就是 它左边跟右边有两个比较短的一个窗口 中间是比较属于长形的一个窗 木窗 在上面它也是有一个通风口 所以也是相信在以前没有冷气的情况为了帮助通风 所以有这样一个通风口的存在 2016年11月的一个晚上 这排电屋的数个单位遭大火烧毁 至今处于荒废阶段 其实复兴被大火烧毁电屋需要较大的工程 可以选择重建或针对现有进行复兴工作 包括兴建成为公园或艺术廊文化中心 为老城区注入色彩 谈谈属于直律街一道独特风景 以小贩中心为中心点 向左排的电屋中有其中一家电屋 屋主相信是在一开始的建设后 便决定开放空间让民众自由使用 这条通道接通直律街与黄雅府街 展现出屋主关怀社区与大气的情怀 直律街上的广利宣祭金店 店面柱子上的突自商号 是新山老城区店屋的一大特色 广利宣祭金店的第二代继承人陈志伟说 这些凸字的文字是源自香港一名苏信 书法家的辉豪极具特色 这家店面曾经复兴 而有关的复兴工作 皆是在陈志伟父亲的手上完成 不过当时并没有太多特别大的装修 目前呢 有几个在做的就是我们的 在这些老电路的结构已经不安全了 这个要很小心 它的地板呢 因为都是木的嘛 它的构造 还有它的屋顶 因为它连屋顶都不要人家去碰它 要原装的老城区 我们真的要保留它的特色 我们不应该随意去更改这些的特色 让这个延续它的生命 包括我们的中华工业做得很好 我们在我当事员的那一年呢 就成立了一个文化阶 成熙年文化阶 也向政府拨款拿到了做两个牌坊 在争取这个牌坊过程中 我们真的也用尽费精心思争取到 也有写中文的 我们希望整个城区可以保留 尤其Jandrus Jandrus这条街是最长最古老的建筑物 然后现在的街道还好 有停车场是不足够了 所以看怎么样去找一些停车场出来 我能够把它完善它 积极推行城市复兴计划的城市复兴组织天息地 他们的工作持续展开着 并已在今年6月份宣布 与伊斯坎达特区发展局携手 推动新山市区文化遗产和艺术资助计划 召集民众参与 要重新激活属于新山市区的文化核心 并赋予全新价值 想要了解更多城市复兴计划内容的民众或者组织 可以浏览以下网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